洞仙歌 苏氏 蒲七岁时 见梅州老尼 姓朱 望其名 年九十余 自言常随其诗 入蜀主梦场宫中 一日大热 蜀主与花蕊夫人 也起避暑 摩河池上 作一词 诸巨能寄之 仅四十年 诸已死久矣 人无知此词者 但寄其首两句 侠日寻味 其动仙歌令乎 乃未足之 兵机玉谷 子清凉无憾 水电风来 暗香满 秀莲开 一点明月亏人 人未勤 七枕拆横并乱 起来携素手 亭护无声 时见舒兴度和汉 试问夜如何 夜已三更 金波旦 玉绳低转 但屈指 西风几时来 又不到 流年暗中 偷换 感谢观看